- 充滿熱力和爆發力的2024陽明海運主辦的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將從8月24號到8月31號之間在基隆勢力體育館登場開打 總共有包括TPBL聯隊、SBL台灣啤酒、台灣銀行亞大藍代表隊、彰化博麗麗、U22菁英潛力培訓隊 以及菲律賓大學和曼谷大學兩支外隊等8支球隊參賽 我第一次拜訪董議長的時候,當他的辦公室有發現 他最主要的工作應該就是NBA的球員還有棒球的球員都放到他的展覽裡面 他沒有介紹私政,他是介紹這些的球員 而且代表說他真的很熱愛運動 包含他對所有的籃球棒球的球性如數加征 那也是藉由董議長的關係,讓我們陽明台運這次能夠冠名戰組 讓我們賽事能夠更加的充裕的能力跟經費 可以邀請到今年有兩個外隊來到我們台灣 然後今年比較特別的是除了我們SBL的三支禁旅外 包含了亞大藍的代表隊 還有包含了二歲期以下的培訓隊 這項邀請賽完全免費開放民眾入場觀賽 協辦單位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呼籲 喜歡籃球運動的好朋友們踴躍入場觀賞好球賽 也為所有選手們加油打氣 那非常謝謝我們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籃協的所有工作人員 大力來支持我們基隆籃球運動活動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也非常特別 包含我們邀請賽第三季,第三次 我們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最近的奧運 我非常羨慕這個日本隊 有什麼機會站上奧運的舞台 也希望我們台灣有朝一日 有機會可以站上這樣的國際舞台 所以籃協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更多的年輕球員 可以投入更強度的一個比賽 然後這次也邀請了曼谷跟菲律賓大學 來台灣來跟大家做一個交易 我想在未來一定對我們的籃球運動 相當的幫助 這場邀請賽也將是台灣籃彈席秀 大顯身手的最好舞台 記者吳俊松,機動報導 在那裡 看見 大馬 街頭 谢谢观看